小老鼠刚躺到床上准备入睡 突然一根钉子穿进他家的墙朝他起来 小老鼠惊讶得目瞪口袋 更糟糕的是 钉子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卧室 把小老鼠吓得尿不湿都湿了一遍 令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些钉子仿佛有眼睛一般 紧紧追逐着小老鼠 察觉到危险 小老鼠立刻准备逃离这可怕的追捕 然而钉子们却像长了眼睛一样 无情地追赶了他 很快他就被堵住去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钉子被打进来 小老鼠直接被束缚得无法动摆 紧张地盯着前面的墙壁 下一秒 一枚钉子朝着他的脑袋急射而来 小老鼠只能紧闭双眼 还好 最后钉子停在了他的脑盆前 并没有插进去 成功让他捡回一条面 而此时在外面装修的欧妮 并不知道里面的小老鼠 刚去鬼门关溜了个外 见到裸露在外面的钉子 欧妮拿着锤子准备将他敲进去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万斯突然闯入房间 声称需要欧妮帮忙去搬一下浴缸 小老鼠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他感觉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 小老鼠哪受过这委屈 当即就准备报复回去 趁着两人在排浴缸的时候 他连忙跑到一个瓶子后面 借用放大的效果 成功将万斯吓得惊魂试破 跑路的时候还不忘跟欧妮打针高 惊慌失措的二人一个不注意 直接跌进浴缸 顺着楼梯一路溜了出去 可能看他们干活出了一身汗 又刚好在浴缸 冰层也很给面的 当即请他们写了个本 而神清气爽的二人 当即就准备感谢一下小老鼠 便准备去找他 发现桌上的千层柄竟然跑了起来 想到什么的二人对视野 抄起平底锅就招呼了上去 可灵活的小老鼠并没有被拔过 反倒是自己二人被砸得满头大包之外 并没有任何箭术 看着跑走的小老鼠 万斯一个飞扑 可惜就差了那么一步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直接就跟着小老鼠钻进了烟囱 可趴着趴着 却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 自己被抢住了 无奈 他只得呼喊欧妮前来帮忙 欧妮拿起手电筒准备查看情况 却偏偏电池没电了 而刚拔掉煤气管子的小老鼠 直接好人做道理 为欧妮带去了一份火柴 欧妮看着面前的火柴也愣了下 不过并不妨碍他将其点 而万斯也成功从烟囱飞了出来 为了清洗身上的污渍 还特意又一次前往湖泊洗了个澡 而此时的小老鼠准备安慰一下受伤的欧妮 而欧妮一看到小老鼠激动不已 正准备上前时 柜子却倒了下来 好在欧妮头没啥事 硬挺着痛苦从地下打了出来 看着自己变成鸡爪爪的手 他难受的脸庞都扭去了 而刚在湖里洗完澡的万斯 这时也赶了回来 经过冰水洗礼了他 头脑此刻异常的清醒 想到祖辈说的 没有什么是一枪解决不了的 当即就掏出祖团喷子 对着小老鼠就是一个二脸 不过都被灵活的走位躲开了 男人拿着喷子打老鼠 扣动扳机 结果轰的一声 地面直接爆炸裂开 形成的大洞将两人吞噬了进去 而担心二人安危的小老鼠 连忙跑到洞边想要查看他们的情况 发现两人安然无恙之后 小老鼠才放下心来 几天后 万斯正在参加一场拍卖会 准备将这栋豪宅拍卖出去 可此时的小老鼠不干了 好歹他也是这里的女人 小老鼠破场面一片混乱 万斯抓住机会 趁着小老鼠跑回家 直接拿水管塞进了小老鼠家 洪水瞬间便将他家穿越 好在小老鼠连忙跳进了管道 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而下楼去放水的欧尼 却不小心直接将水龙头的阀门拧了下来 而此时的欧尼连忙带着阀门跑回去 看到正在忘情介绍房子的万斯 欧尼疯狂地给他打信号 不是没看见就是被制止了 不过此时的众人察觉到一丝不对 墙壁也被水流冲破 称这是在搞大扫除 将豪宅里里外外都清醒了 觉得不会留下上一任的痕迹 不过下一秒 房子在欧尼身后倒下 无家可归的二人只能开车五里 连夜去租房子 而作为住户之一的小老鼠 不会只让二人辛苦 当然也要一同前往